末世来袭,我和老婆的初恋同时被丧尸抓伤 老婆把仅剩的一支解毒剂给了初恋 我哭着哀求他救救我 他却满脸嫌弃地说,你不是有抗体吗? 还跟我玩这种把戏,要死你早就死了 老婆不知道的是,两个月前在丧尸堆里解救他的那次 我的抗体就失效了 看着我被丧尸啃食殆尽的残骸 老婆却痛哭流涕地说,后悔了 我死得很惨,为了把老婆救出来 我被丧尸群围攻 老婆却带着受伤的初恋逃回了基地 丧尸把我的尸体啃视得一干二净 只留下一句令人作呕的白骨 他走得很急,甚至没有回头看我一眼 我的灵魂飘浮在老婆身旁 急救世门被打开的瞬间 他连忙凑过去询问,秦硕怎么样,没有被感染吧 许小姐你放心,解毒剂打得很及时 病人已经苏醒了,你可以现在进去看他了 医生话音刚落,许晴就冲了进去 我正在原地,自嘲地笑了 我早该知道,在许晴心里 秦硕才是最重要的 哪怕是死生抉择,许晴也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他 而我,直到临死前也没得到他的注意 许晴一见到床上的秦硕 眼泪就噼里啪啦地掉下来 你吓死我了,现在外面丧尸横行 如果不是我恰巧经过那条巷子 你就被丧尸感染了 秦硕文言愧疚地低头,谢谢你救了我 不过陆川也被丧尸抓伤了 你把解毒剂给了我真的不要紧吗 听到我的名字,许晴脸上的表情冰蒙起来 陆川身上有抗体,就算被丧尸抓伤一百次也不会有事 他明明有抗体,还不愿意保护你 要我说像他这种心胸狭隘的人 早点死了算了 原来在他眼里我就是这么不堪的人 可我没有骗人,没有解毒剂我真的会死 两年前,许晴被丧尸围堵 我为了冲进去救他 身上被丧尸抓得遍体鳞伤 也是那个时候,我的抗体失效了 我变得和普通人一样,惧怕失毒 许晴怎么可能不知道我抗体失效的事 只是他根本就没放在心上 结婚三年,同床共枕的感情 终究是抵不过天降的初恋 秦硕接过许晴递过来的水杯 皱眉道,陆川到现在都还没回来 估计是生气了,你不去找他吗 许晴一副无所谓的表情 这种把戏我见多了,我没把解毒剂给他 他就跟我玩起了失踪 真是小肚鸡肠的男人 再说了,像他这种居心叵测的人 就算死在外面也是活该 我痛苦地闭上眼睛 原来不爱一个人时会这么绝情 可是许晴我没有骗你 没有解毒剂,我真的死了 不知道为什么 我的灵魂被困在许晴的身边 无法远离 我看着他为秦硕端茶送水 一脸殷勤地讨好 可对于我的事情 他没有半点过问 我身体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 医院还是不够太平 你也早点回家吧 说完这句话 秦硕转身就走了 甚至没有给许晴留下任何一句道谢 秦硕走后 许晴才走到病房窗户旁 眺望着楼下 我知道他在看什么 医院是丧尸感染可能性最大的地方 平时他在外面 我都会出现在不远处接他 风吹雨淋从不缺席 即便是没有抗体的 这两年我也会来 可每次迎接我的 都是许晴厌恶的嘴脸 你每天处这里干什么 当门神呀 有这时间在这里 等我不如多去杀掉丧尸赚点钱 只有穷人才会做你这些事 可这几天我都没有来 许晴 难道你就没有察觉到异样吗 我看到许晴眼神突然变得欢悦 原来是秦硕又折返回来了 他害怕出医院会再次遇到丧尸 特地折返回来 要许晴保护他一起离开 当然没问题了 秦硕 你等我一下 我就陪你一起回去 看到许晴如初次坠入爱河般的神情 我就知道我彻底的输了 在他的挫爱秦硕面前 我就是个不值一提的废物 结婚三年 他从来没对我露出过这种笑容 我知道当初嫁给我许晴心中很是不甘心 曾经 他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而我只是暗恋许晴的舔狗罢了 丧尸病毒来袭的那年 秦硕家的公司被丧尸入侵 连他的爸妈也都感染了尸毒 一夜之间 富家公子变成流落街头的乞丐 为了保证自己优渥的生活 许晴这才选择了跟我结婚 可丧尸蔓延的这些年 人类的生存都很艰难 在他的破鞋下 我加入了最危险的组织 专门负责清理丧尸 只有这种高危行业才能赚到钱 可他还是不满足 当初嫁给你 就是觉得你有点钱能让我过上安逸的日子 谁能想到你结婚以后这么不思进去 现在赚的这点 臭钱还不就我买解毒计的 当初我要选择嫁给秦硕 我早就是末世里的富太太了 我想过跟许晴离婚 放她自由 也给自己一条生路 可她没有找到下家 又怎么可能放过我 她说就算是离婚 那也必须是她提出的 她不容许自己被田狗甩掉 直到许晴挽起秦硕的手 行为轻易 可经过安全通道时 秦硕把许晴推在前面挡着 那丧尸们张牙咧嘴 一副要撕碎许晴的模样 许晴也不害怕 反而握着秦硕的手安抚她道 别怕 安全通道里不会有丧尸 再说了 只要我遇到危险 陆川一定会过来保护我的 许晴天真的以为我是超人 能在她每一次遇到危险时 都空降吗 她错了 因为她讨厌我不愿意看到我 所以我只能躲在暗处保护她 只有她遇到丧尸危险时 我才会出现 可这次不会了 因为我不爱她了 而且我已经死了 死在她的放弃下 那晚 许晴跟着秦硕回了她家 许晴以庆祝秦硕平安回家为由 举起酒杯 眼神有一条细道 硕 再见你我的心 还是会像当年一样激动 你在我心中 永远都是最重要的 秦硕已经明白 许晴话里的意思了 她瞥了瞥没道 比你老公都重要吗 那是当然 我心里永远只有你一个人 情到深处 秦硕摟着许晴的腰枝 走向卧室 我想走却走不了 他们另外几天都没有出门 直到医院打来电话 要秦硕去复查 她才念念不舍地出门 刚到医院门口 一道熟悉的身影 就闯入了我的视线 许晴 你把我儿子藏哪去了 我爸把许晴挡在医院门口 气势汹汹地质问他 关于我的下落 许晴没想到我爸会过来 更没想到的是 我爸竟然不尊敬他了 以前我爸可是为他是从 生怕他生气 今天居然敢公然质问 许晴瞪着我爸 没好气道 你儿子不见了 找我干嘛 我是你们家的保姆吗 平时许晴 对我打打骂骂我都忍了 可他凭什么吼我爸 我爸只是问他两句话呀 我冲过去维护在我爸面前 可他们根本看不到灵魂体的我 我爸颤围着抬起手臂 语气略有哀求道 小晴 我知道你跟陆川两个人相处 有很多矛盾 但现在不是耍性子的时候 外面都是丧尸 陆川失踪几天都没有回家 很有可能会遇到危险 陆川从说出去找你知道就没了消息 最近新闻报道 又有一部分幸存者被丧尸啃视 我很担心 算我求你了 你告诉我他在哪里好不好 许晴忍不住冷笑道 你这话什么意思 他陆川在出门找我的路上出了什么事 我还得背锅 那他要是闲着没事 干出去偷人了 我生生还得帮忙放风呀 许晴 我爸气得一口气没喘上来 胸口阵痛难忍 脸色也变得煞白 可就算是这样 许晴也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反而更加嘲讽了 你回去转告陆川他要死 随便他去死 反正陆家的东西我也有份 他想用假死出事的理由来骗我 门都没有 还有你这老东西别在这里装了 我可没有碰到你半根手指头 医院门口有监控 你想讹我 门都没有 说完许晴就扬长而去 就把因为心梗刀坐在地上 起不来的我爸丢在那 看着我爸痛苦难忍的表情 我多想过去扶一扶他 送他到医院去看看 可我是灵魂体我做不到啊 我从来没有一刻这么后悔 后悔当初瞎了眼非要娶许晴 才害得我爸一把年纪 还在为我操劳 如果当初我能听我爸的劝说 他今天就不会受这种羞辱和委屈 怪我 都怪我觉悟得太晚 是我害了我爸 我被丧尸抓伤 是因为接到了许晴的电话轰炸 他没有说明原因 只是说自己遇到了丧尸 让我尽快过去帮忙 我出于担心 连忙放下手上的事情 赶到他身边 可我到了 根本就没有看到许晴 只有成群的丧尸扑涌而来 凭借我这些年对抗丧尸的经验 我是有办法逃走的 可就在我即将脱身之前 我听到废物楼里许晴的声音 别过来 别伤害秦硕 你们别过来 秦硕 这个名字我知道 是许晴初恋的名字 也是他心心念念多年的爱人 我本想一走了之 我他们做对亡命鸳鸯 自生自灭 可我又放心不下 秦硕和许晴再不计 也是两条人命 我的工作 也是对抗丧尸保护人类 不能在这种时候 被情绪左右 在我准备从丧尸身后 潜入过去救人之际 许晴听到了动静 他为求自保 朝我这边丢了一块石头 大声叫道 那里有人 你们快去那里 就这样 丧尸们发现了我的位置 我大声呼救 让许晴帮帮我 可他一门心思 扑在秦硕身上 根本分不出心思担忧我 你有抗体 你还嚷嚷什么 一个大男人 也这么矫情 秦硕和你不同 为了救他 你被咬一口 算得上什么 听到这些话 我本想和丧尸 举力抗争的斗志 突然被浇灭 我感觉到 有个丧尸 已经抓伤了我的胳膊 还有丧尸 在啃尸我的大腿 撕心的痛在身上扩散开 许晴 即便是有抗体 不会感染湿毒 这每一次的啃尸 我都会感觉到 钻心的痛啊 如果你知道 我已经没有抗体了 你还会执意 把解读剂留给秦硕吗 应该还是会吧 毕竟你的眼里只有他 看到这会抱着手机 满脸期待 给秦硕发信息的许晴 我才知道 真心为了狗 是多疼的教训 秦硕 晚上有时间吗 我这里有些囤粮 准备给你送过去 秦硕过了五个小时 才回信息 回的也只是简单的一句 许晴立马跨上包 准备出门 刚开门就看到 我爸沟楼的身躯 站在门口 许晴脸上 一如既往的厌恶 语气多出几分警惕 你来干什么 我可说过了 这陆家的东西都是我的 你个老东西 别想拿走半点 我爸无助地看着许晴 我前两天 向巡查队报案说 陆川失踪了 他们说会尽快找到陆川 可等了两天还没有消息 现在到处都是 陆川不会已经出事了吧 许晴听完冷笑一声 推开我爸 就要往外面走 我可没时间陪你们爷俩 玩这么无聊的把戏 每天被丧尸咬死的人 多了去了 难不成每个都是你儿子 许晴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 我爸一向人辞平一代人 鲜少见到他动目吼人 这次许晴是真的 把我爸惹生气了 我爸怒斥他道 陆川怎么说 也是你的丈夫 一日付七百日恩 你有什么事情 比他的生命更重要 听到这句话 许晴忍不住笑出声 你们陆家可真会做人 当初娶我的时候 说会养我一辈子 结完婚一天 好日子都没让我过上不说 还拿到窝囊费失踪 来盗得绑架我 要我说他死了正好 说完许晴就拎着东西 跑了出去 路上他越想越气不过 拿出手机 给我发了几场串语言 陆川完失踪 很有意思吗 要死你就赶紧死 别挡着我去找好日子的路 我就这么静静地看着他 看着我们之间的 最后一点羁绊 也被击碎 此刻许晴对我的恨意 达到了极致 许晴到秦硕家时 秦硕正躺在沙发上 研究解读计 见到许晴来了 秦硕头也没抬得挥手道 东西放在厨房就行 我在研究 你别打扰我 好许晴刚答应完 口袋里手机的铃声就响起了 他尴尬地拿到厨房接通 电话是他同事小陈打过来的 许晴对这个不及时的电话 表示出很不悦 找我干什么 我今天不上班 不是我找你 是巡查队的来医院点名要找你 巡查队你是知道的 他们对于组织里的人员保护 都非常严格 刚才听队长跟主任的对话 好像是说 队伍里有个死者跟你有关系 许晴不禁皱眉道 跟我有关系 会不会是搞错了 我又不认识什么巡查队的人 听到这里 我都忍不住笑了 许晴都准备挂电话了 突然意识到什么连忙追问道 你帮我去确定一下 巡查队说的死者是谁吗 巡查队里跟许晴有关的人 他骗到废旧工厂里 被丧尸咬死的丈夫了 在等待小陈回复信息的每一秒 对许晴来说都是煎熬 他死死盯着手机屏幕 生怕错过任何一点消息 要知道 在末世里 巡查队组织有明确规定 对于伤害组员或见死不救者 必定会严惩不待 如今动荡不安的时候 组织在杀几个人 都可以理解为缓解紧缺的资源 想到这里 许晴更害怕了 与此同时 小陈发过来短信 告诉他 巡查队里死者的名字 陆川 许晴看到我的名字 吓得连忙 把手机丢出去 一脸错愕地坐在地上 嘴里还重复着 不可能啊 陆川他有抗体 怎么可能会死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漂浮在半空中 痛恨地盯着许晴 怎么回事 你心里最清楚不过吧 听到动静的秦硕 探过头询问道 怎么了 没 没什么 许晴连忙把手机藏在身后 他神色慌张地站起来 厨房的东西都没来得及整理 就要出门 医院那边出了点事 我得先过去一趟 秦硕恩了声没再说话 换做平常秦硕突然冷淡的态度 可能会换来许晴的质疑 可现在的许晴 根本就无暇顾及这些 他能做的就只有两个选择 自己去医院认领尸体 和被巡查队的人找上门认领 许晴再去医院的路上连摔了两跤 好几次差点摔出安全通道 被外面的丧尸抓到 医院了巡查队的人 穿戴制服站成两排 等待他的 还有医院的医护人员 和我又苍老了几岁的爸爸 大家在看到许晴过来 纷纷投来心疼的眼神 还是小陈先走出来 拍着许晴的肩膀 许小姐 节哀 许晴声音沙哑 看着莫名垂头低眉的人 路川人在哪里 紧接着我就看到了自己的尸体 准确来说 应该是一具被啃尸的干干净净的白骨 唯一能证明我身份的 就是制服旁的徽章 我爸第一个扑过去 眼泪再也忍不住夺框而出 路川 许晴和我爸身身鞠躬 紧接着所有队员和医护人员 都开始屈身鞠躬 此刻在他们眼里 许晴就是战士的一双 可他们不知道的是 许晴才是那个 害我变成这副模样的恶魔 只要我们破解 徽章内的真恐摄像记录 就能知道前因后果了 这需要一点时间 我爸回头瞪着许晴 发出心底的质疑 那天路川出门之前 是你给他打的电话 你究竟跟我儿子说了什么 为什么他好端端的人出去 现在变成这样了 许晴眼神惊恐闪躲道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怎么知道路川经历过什么 说完许晴又开始甩锅 质问巡察队的人 路川不是有抗体吗 怎么会中尸毒变成这样 巡察队队长看着许晴欲言又止 还是其他队员忍不住开口道 他的抗体早就在两个月前 就你而失笑了 怎么会 许晴错愕地盯的那个人 两个月前 许晴也是在去找秦硕的路上 意外被丧尸围剿 当时我奋力将他救了出来 可他在坐上逃跑的汽车后 连拉我一把的想法都没有 在他的认知里 反正我有抗体 死不了 他也没必要分出心思为我担忧 怎么不会 你不会以为有抗体的人就是铁打的 不会腾部会哭吧 巡察队队长制止了队员的话 他朝许晴再次去公道 你放心 路川是我们巡察队的队员 关于路川的死 我们一定会给你的交代 不知道是处于害怕还是怎么 我看到许晴捶下的双手都在颤抖 如果我不追究这件事呢 现在路川已经死了 希望你们能理解我的心情 我只想好好安顿他的骸骨 不想让这些伤心是在被提及 许晴说的至真至切 仿佛真的是悲伤过度的人 在博取别人的同情 我爸极力抗议道 我儿子死得不明不白 我不可能不追究 这件事情要彻查到底 许晴急眼了 模样猙獰的瞪着我爸 你以为路川死了 我不痛心吗 现在外面丧失那么多 我不想给巡察队再添麻烦 如果路川活着他 肯定也不想 许晴越是挣扎 越就越表现出他的恐惧 也是 对他来说应该算个甩不掉的锅 他不恨才怪 巡察队队长向我爸保证道 无论如何 我们都要追究出路川的死因 还得对有一个真相 医院同事也在劝说许晴 路川为我们医院做了这么多贡献 如今意外惨死 我们得给你个交代 就是呀 必须找到路川死的真正原因 许晴被大家一生生的声讨淹没了 他就像被盯在原地 挪不开步子也不敢挪开 我死了呀 死在他的绝情下 而他马上就要面临 真相被揭穿的罪名 害怕多一些还是后悔多一些呢 回到家以后 许晴把自己锁在房间里不敢出门 他怕丧失会来找他 更怕巡察队的人知道真相 我本以为三年感情 许晴或多或少会对我有些愧疚 哪怕是一丝也好 可他拿出手机的第一家事情 就是清空跟我的通话记录 他抱着手机蹲在地上痛哭 路川对不起 我不知道你失去抗体了 如果你能听到我说话的话 求你放过我好不好 你已经死了 可我的日子还长呀 我不想死 人性在受到胁迫时 表露出来的才是最真实的 原来许晴最害怕的是我死了 他会被世人谴责 会被巡察对追责 可人活着 不就是在为自己的过错买单吗 你当时既然能绝情地放弃一条生命 你就该想象到其后果 许晴 放心吧 还有很多事在后面等着你呢 在真相被揭穿之前 许晴能够想到的自保方法就是秦硕 他连夜赶到秦硕的家里 再见到秦硕的那一刻 泪水再也忍不住 像绝地般哭了出来 路川死了 秦硕震惊道 什么 怎么回事 那天在废旧工厂 秦硕为了救我们被丧失抓伤了 我不知道他的抗体失效了 当时最后一支解读剂我给你了 秦硕怎么办 你要帮帮我呀 路川是巡察队的队员 如果被巡察队的人知道 是我们害死了他 这一切就都完了 秦硕抱着哭得离花带雨的许晴 努力安抚他的情绪 没关系 现在巡察队不是还没调查出真相吗 我们还有时间想对策 秦硕 你会帮我的对吗 许晴的头埋在秦硕怀里 清清楚楚 此刻的秦硕脸上的神色很复杂 在经历过一番思想斗争后 他嘴角浮现出意味深长的笑容 男人是最懂男人的 只有许晴这种没有脑子的人 才会相信秦硕会真的保护他 当天许晴又留宿在秦硕家 第二天早上临走之前 秦硕搂住许晴的腰 低声细语道 我想了一个万全之策 现在我们把巡察队得罪了 他们之后肯定不会再保护我们 如果再遇到丧失 我们连自保的能力都没有 所以我们必须要做出准备 我想把所有钱都拿出来 购买解读剂 为我们将来做打算 你能给我五十万吗 秦硕掐得很准 五十万是许晴这些年 从我身上剥削过去的所有钱财 听到这个大树鹅 许晴有点犹豫了 可他转念一想 秦硕不会骗他 再加上解读剂 的确是他们唯一的保障 许晴咬咬牙就把钱转过去了 他握着秦硕的手臂 嘱咐道 秦硕 我把一切都交给你了 你不会辜负我的对吗 那是当然 你是我最爱的女人 许晴很吃秦硕的甜言蜜语 甚至在离开之前 还不忘叫秦硕保护好自己 第二天 我的徽章就被修复好了 针孔摄像头里 很清楚地拍到我死亡的全过程 在丧尸啃我血肉时 许晴和秦硕两个人 就坐在不远处看着 他们亲眼目睹我的死亡 却没有要伸出援手的意思 更令人生气的是 许晴当天打电话 向我求助的电话录音 也被组织翻了出来 现在所有新闻报道 都在谴责许晴和秦硕 已经有人提出 这种幸存者中的败类 就应该丢去未丧尸 剔除他们的受保护权 在这个末世里自生自灭吧 许晴在害怕的同时也很庆幸 庆幸自己和秦硕的先见之明 提前买好了解毒剂 就算被抛弃他们 我也不会害怕了 许晴拿出手机 编辑好一长串信息 发给秦硕 秦硕还是你聪明 指导先去买解毒剂 只要我们保证不出门丧尸 就伤害不到我们 现在陆川已经死了 我可以光明正大地跟你住在一起 那我现在过去找你吗 信息并没有发送成功 回应许晴的是一个红色感叹号 这晴天霹雳 让许晴一时难以接受 他疯狂地给秦硕打电话 对方都是关机状态 秦硕 你不能这么对我 你是我所有的希望呀 许晴为了他背叛了感情 在漠视里被万人唾弃 被幸存者们抛弃 现在连他最信任的秦硕也抛弃他了 这种绝望 让许晴内心接近扭曲 他拿起手机狠狠砸在镜子上 如果继续坐以待毙下去 等待他的 只有被巡查队的人丢入丧尸群里 接受惩罚 这件事情错的又不是他一个人 凭什么他秦硕就能完美脱身 许晴拉开窗帘 看着楼底下因饥饿而躁动不安的丧尸们 他冷冷笑道 秦硕 我最后再送你一份礼物吧 以你生命为代价的礼物 他们两个早就被组织剔除保护范围了 只要离开保护区外面的丧尸 随时都会扑过来 秦硕骗了许晴所有的钱 囤了很多解毒剂 就算是种尸毒他也有退路 可许晴就不一样了 他现在什么都没有 就连这住着的房子 都会被巡查队的人没收还给陆付 想到这许晴恨得咬牙切齿 他背上东西冲到秦硕的家里 许晴有钥匙 他直接开冲了进去 秦硕想拦都没有拦住 秦硕 你说过你会帮我的 我把所有的信任全给了你 为什么你要选择背叛我 房间里秦硕守着他保险柜里的解毒剂 生怕许晴是过来抢东西的 看到许晴几乎疯癫的模样 秦硕知道他和当年一样 还是个十足的恋爱脑 秦硕忍不住笑道 我和你之前到底是谁先背叛的谁 在我家道中落时 你脚把我踹了 现在又回来跟我说 最爱的人一直都是我 许晴 你自己不觉得恶心吗 还有陆川的死跟我有什么关系 那时你把人叫过来 又选择抛弃他 见死不救 说着秦硕发出嘖嘖的不屑声 在他眼里 许晴就是个张牙舞爪的直老虎 发电这一套 对陆川或许还管用 但对他来说 和其他疯子无异 都令人恶心 许晴哪里管这些 他扑过来 就要跟秦硕拼个你死我活 被秦硕先一步躲开了 秦硕满脸厌恶到 不怕跟你说实话 我已经向巡查队的人申请公证 证明我在陆川事件中 也是一名受害者 导致他死亡的真正黑手 只有你自己 许晴听完 情绪一度难以自控 非要拉着秦硕 一起去巡查队说明真相 却再次被秦硕推倒在地 额头还在桌角上磕出了血 别像疯婆子一样缠着我 被世界抛弃的人只有你一个 这场闹剧 以许晴被秦硕扫地出门而结束 许晴坐在秦硕家门口 望着这熟悉又陌生的环境 终是流下了悔恨的泪水 我跟在许晴身边 看着他一路踉跌地走在大街上 突然从街角蹦出来三个丧尸 许晴吓得腿都软了 疯狂地按动呼救器 可他早就被巡查队的人 排除在保护范围内 无论他怎么呼救 都没有人会救他 许晴拼命地跑 跑得筋疲力尽身后的丧尸 还是没有被甩掉 还是在那栋烂尾楼里 他被一只丧尸咬住了手臂 那一刻他发出绝望的呼救 一直在叫唤着我的名字 这次我没有像以往一样 立刻出现在许晴身边 而且平静地目睹他 被丧尸撕咬 许晴很幸运的是 丧尸又发现了其他幸存者 对他失去了兴趣 已经感染失毒的许晴 没有资源和解毒剂的救治 他很快也会变成 只会咬人的傀儡 在意识完全消散之际 许晴仰起头对着天空狂笑道 秦硕 你骗我的 你拿命来还 秦硕怎么也没有想到 许晴会带着一群 丧尸破开他家的门 许晴你疯了吗 不就是死了的男人 你至于闹到 跟我同归于尽吗 秦硕看着 被丧尸大力破开的防盗门 心脏都跳到了嗓子眼 门外数以上百的丧尸 都在等着他 许晴的脸上 已经出现病变的痕迹 猙獰的血管爆出 他咧着嘴表情怪异道 秦硕 陪我一起啊 你个神经病 秦硕把自己锁在卧室里 用桌椅把房门狠狠堵住 做完这些 他连忙拨打巡察队的电话 喂 我这里是东街巷口三栋 门口全部都是丧尸 你们快来救救我呀 巡察队那边传来一串代码声 很快来电的定位被确定 来电人的身份也被确定 秦硕 不好意思秦硕先生 您目前已不在幸存者保护范围内 助好珍重 我被最后这句助好珍重逗笑了 秦硕 如果你能看到我 那我肯定会告诉你 你即将面临的 都是我生前因为你们而经历过的痛苦 接着就是电话被挂断的声音 秦硕急得不行 从保险柜里 把所有解读剂全部打出来 注射进身体里 他想活下去 想从这堆丧尸里冲出去 可他忽略了一点 那可是成百上千的丧尸呀 一只丧尸一口都能把秦硕啃食得一干二净 就算有再多的解读剂都没用 许晴是第一个破门而入的 他的意识已经完全被适度控制 无论秦硕怎么哀求 他都无动于衷 当许晴一口咬破秦硕的大动脉 鲜血喷涌到他的脸上 许晴最后一丝意识才被唤醒 他似乎看到了半空中的我 又似乎没有看到 此刻的秦硕已经失去了生命迹象 看到被自己活活咬死的爱人 许晴眼角悔恨的泪水再次流下 变成丧尸以后的他日子也不会多安逸 我保护了许晴三年 就怕丧尸伤害到他 可最后他还是变成丧尸 或许冥冥之中自有天意 这一切都是他注定的结果 从许晴身边离开以后 我恢复了自由身 漫无目的地漂浮在空中 不知道过了多久 我突然感觉灵魂像被某种力量抽离 拽着我融入到新生儿的体内 紧接着就是一声响亮的哭啼声 还有四周大人喜极而起的欢乐 我好像重生了 重生到了巡查队队员的家里 还在墙堡中的 我就听到父亲将我高高举起道 枯木可逢春 末世可见光 未来如何皆是不定数 可我能确定的是 无论未来人类太平与否 我的儿子都会是保护国家 保护人民的大英雄 恍惚间 我又想起自己申请加入巡查队时 回答过的问题 你为什么要加入丧尸巡查队 这么危险的工作 是为了高薪 还是你真不怕死 为了保护我爱的人和爱我的人 直到这一刻我才明白 我爱的人也好 爱我的人也好 我们的幸福生活都在世界和平 人类安详的基础上 而我的任务就是维护这种基础